好,歡迎大家收聽平安夜晚的動漫廢物 大家聖誕快樂先 想說這個Panala Omakase的慢話訂閱雜誌 當你訂閱這個雜誌的時候輸入優惠碼ACRUBBISH 那次就會有個終身九折 請多多支持香港的慢話家 好,今天就選了一個... 先做另一個宣傳 下星期一,27日,12月27日 你要找一張圖,不好意思 三天之後的聖誕節最後一天 在這個格子出版的Studio 荔枝角益尼工業中心3樓310室 下午3點到5點將會有 凍廢Cosovo格子所搞的 Milk Moto Cup 曹志豪方程式的迷你原稿展 12月27日,下午3點到5點 將會有一個特別的專訪直播 到時我們會請來 Milk Moto Cup 總編輯Sobie Child 以及曹總曹志豪 過來跟我們一起聊聊天 可能跟大家聊聊聊 到底這兩期書他們合作的一些細節和經歷 以及探討一下 到底漫畫和雜誌的Crossover 可以有什麼火花產生出來的 歡迎大家來到現場看這個直播 來到現場的朋友都會有一份小小的禮物 就是現在在圖的右下角看到的立體頭盔 我們將會送出一份紙帽作為紀念品 大家回到後就可以跟著它 切出來之後 就接一個屬於你自己的頭盔擺設 這個頭盔是米高舒密加的頭盔 好,希望到時會見到大家 我可以說兩句話嗎 我覺得還在聽我們的節目 你真的很慘 平安夜基人要聽我們的節目 當然啦 做節目的我們更加慘 我引遞一位朋友 他第二個台的主持人 他在旺角做事 他說剛才在佐敦走去旺角 沿途的女生 之後他有三十字左右 我以為說出來 我怕是黃標 但是 我突然間在這一刻 那些聽眾真的很慘 大家回答不了 我說了這一刻 很明顯現在不是聽眾 加明都說他還在OT 有聽眾說FerryGoranHK 就說Patreon不可以影片和照片一起投票 聽眾都說不是他在做事 這些都是上班的聽眾 應該更慘 對 更慘 你想想阿佐敦去到旺角 現在怎樣 我不知道 因為我都不認識他們 好啦 我是聖誕節 都還在開麥克風的身裏 阿樂 我是阿Tim 我是Cherry 我是Cherry 今天我自己很開心有Cherry 因為我覺得圖書 有些女性角度會好一點 免得一群馬佬在那裡聊 其實我想說任何節目有女性 在那裡我都會 我不用我特別的圖書 你聽一下TEM哥的聲音 又生動又活動 我們跟TEM哥你身上最體驗到這件事 挺生動的 你跟Lindy姐開麥克風 你跟TEM哥開麥克風 Lindy都差不多了 可能他夠睡一點 我想說一下為何會選這套書 其實在我選這套書之前 我覺得這套書未必是 洞廢各位主持的口味 一直以來聽大家做節目 所以我特意去選這個 看看大家有什麼意見 可以困一困 即是試試大家的底線 還有我自己是很喜歡玩一隻遊戲 不知興趣有玩過 有隻遊戲是叫病嬌無儀器 所以就很欺負我這個主題 今年有一個大更新 好像有很多人玩過 不知有沒有人去玩過 求雙營 其實我想說為何我看這套書 是因為我怕沒有人做節目 誰知道有這麼多人 我其實總之不理 但我看了 用了三天左右看完 的確是 剛才說的東西 我覺得很合理 真的完全不是我的口味 我本身也沒有那麼多人開麥克風 可能我會只有一個講二十分鐘 就閉嘴 但我會很感謝大家 那我先說一下這個 HAPPY SUGAR LIVE 它有漫畫版和動畫版 其實動畫版是比較出名 而且網上有很多口論 其實我看到外國很多review 外國我看有些人 是逐個先刷出來 寫一篇幾千字的論文 去分析劇情 以及如何營造氣氛 我覺得他們很瘋 但是我覺得 可能亞洲區 可能未必能夠 遇到病嬌 或者一些YULI 所以好像沒有那麼紅 所以就介紹給大家 去認識一下 這個作者叫做 見空副燒 他之前也有出過 若干的漫畫 但這套就是比較出名 他之前是跟人組織走出來的 在HAPPY SUGAR LIVE之前 都是玩一些 怎樣說的 比較短篇 一兩期完的書 這套是比較長篇 有十期的作品 而且他剛好現在開始有一個新的漫畫連載 大家如果聽完節目 看完這套HAPPY SUGAR LIVE 我覺得不錯 可以試一下 他新的連載是叫做 戀愛自懷人形 其他日文字就不想 我想了 Masley Kim 你不做節目有什麼可以做 我最近在打Far Cry 3 我覺得很好玩 出到第六代 我開始玩回第三代 我想說一下 可能我家裡有女兒在等 我們還是要來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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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要睡吧 有的可以交錢 給Tim哥搭的士離開 嘩 嘩 嘩 如果Tim哥家裡有女兒 還要交錢 對不對 等一下 為什麼有女兒在等 就要交錢 趕 那他更加應該自己給錢走 是不是 那或者吃完才出來呢 Tim哥 你又不知道 是啊 是啊 街市萬聰 九龍城島的姜濤 那樣 所以阿羅繼續說 好 OK 就說說劇情大約是怎樣的 那看到畫面這張圖 其實也若不可以猜到 是一些白盒東西來的 那它就是這套書的主角 那左邊呢 就粉紅色長頭髮那個叫砂糖 那右邊呢 藍色短頭髮那個叫鹽 那這套書呢 就說砂糖呢 本身是一個 很 很容易 很開放的女生 那她的性格 本身是這樣的 那突然間 一日 她遇到阿鹽之後呢 她覺得這個女生 是完整了她 所以她的性格突然大變 就變成一個 很 中情 很專一的女生 即是她的人 180度轉變了 那 其後呢 她就會 根據這個 劇情去驅現 她會遇到她 其他 一些 精神都不太完整的人 一路去 有不同的經歷 不同的事 去影響她的情緒 影響她的決定 最後呢 這個 漫畫呢 有一個主要的 角色呢 就是阿鹽那個 哥哥 過來沉親 阿旭 阿旭 根本是 沙棠和阿鹽呢 其實有計劃去 因為太多 古靈精怪的事發生了 不如離開這個 城市 去找一個 新的地方 去建立她們的 Happy Sugar Life 但是 哥哥來沉親呢 就有些 直接去搞正她 搗亂了 計劃 最後的結局呢 其實就是 動畫版一開始 第一個 scene 他們就在天台上 殉情自殺了 這樣的 一個結局 一個 其實我覺得是 她 圓得不錯 但是我想在很久前 我想問一下各位 怎麼看她的事 有沒有什麼 overall的評價 或者看的時候 是 開不開心的 有沒有Happy 嘉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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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到嘉賓上來 你們每個都尷尬 沒有 沒有 真的尷尬 尷尬都沒有力 我真的 這件事 真的完全 我自己就看了動畫 今天才能快速到你 立下漫畫 我覺得 感覺上漫畫好看 不過 就算是動畫 都OK 但是 我也不會說好 很好的 有我喜歡的地方 但是 它有點遜 然後 沒有什麼劇情 沒有什麼劇情 又沒有去到 真的有病 沒有去到 我想看的那種 那種很病 但是 有趣的 對 OK 所以我算是OK 不會說很喜歡 但是OK 所以你呢 一個字 看完 哦 因為 它不精彩 它不是 它沒有任何 我覺得看完之後 我會記得的東西 它沒有任何東西 值得我會覺得是 垃圾 銷書 但是它也沒有任何東西 令我覺得 喂 你看這套東西OK 沒有 完全沒有 那你要它 聶奇血腥它又沒有 要 行行修修郭庫城它又沒有 然後 我不知道有什麼東西看 劣門書 看完就看著 哦 看完 好 開咪咪咪咪 然後看完漫畫 就開始看動畫 看了三集之後 我看著 我不應該為了一個劇本 浪費一次 一倍的時間 再看動畫 所以我看了三集 就放棄了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看GL 但是 如果假設這個故事是一個BL的話 我想在那個BL圈子裡面應該會蠻推的那種 但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看過G.A. 我不知道會是怎樣 但我覺得你說他沒有記憶怎樣也行 我覺得 我覺得要看你將他定位為什麼類型的漫畫 如果他是那種銷售 說病態 病嬌那種 我覺得他是未到後的 他有點到後不到廢 但我覺得他的定位是怎樣 如果你是一個GL向的的話 未必會說沒有記憶點 因為你是同類型的漫畫去比 我想他對我的定調 為什麼我會將他放在病嬌或者獵奇上 就是因為第一回 第一回的尾就是沙唐涵在一個房間裡面 然後看到房間有血跡 然後有一把有血跡的柴刀 但其實看畫風已經不會覺得他是獵奇鄉 所以其實我為什麼會看下去 就是因為他這個畫風竟然有這樣的展開 才吸引到我看 所以我不太明白為什麼這個畫風不會是獵奇鄉 我只這樣看畫風已經覺得他不會去到真的很獵奇 因為學完孤島 好像是不是叫學完孤島 也是這樣玩的 畫了一群小妹很可愛 然後去了學校裡 尤其是我看漫畫 他的線條不足是太少女慢的感覺 我就是想著他的特定畫 但他那些是不會畫得很激 然後我一直看下去 就是我剛才很快就去看 都符合我心目中想的那種感覺 就是由我看他的畫風開始 我預期他是這樣 所以我不會說很失望 因為我預期他就是用這種畫風 然後畫一個不斷殺人的故事 然後死人真是 但這本畫本身是哪個連載 有個叫本《驚驚 Joker》的書連載 因為我覺得真的要看看 他本身是哪個範疇和哪個類別 如果你少女漫畫玩到這個程度 血腥和病態已經是很病態 假設這東西不是一個主要 是一個少女漫畫的話 他已經有很多人說 已經對一個少女漫畫來說 已經算是很血腥向的了 因為我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連這套說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看了一個名字 我想是少女漫畫 我看一看一看 然後他第一回 他有兩個位置 令我有點錯愕 因為一開始說女主角是醜雞 什麼都懂 新時代女星 紳士外女星 之後他就說他認識了一條兒子 我很喜歡他 那就重量了 那時候我大概以為那本書是會走school days的路線 就是轉頭就斬死了女生 全家產 然後又不是 原來是個年輕人來的 其實那個年輕人是靚妹 靚妹 靚妹是女生的穿裙 這個是百合戀童故事 原來他是個年輕人來的 原來他是個年輕人來的 你需要介紹一下一個故事說什麼 哈哈哈哈 約兩講了 說了他了 然後呢 原來他應該 我看第一回的感覺就是 他疑似是拐帶了個年輕人來的 純粹是第一回的 就得到他的資訊 然後他有一間房 原來那一堆應該是一堆屍體來的 我就這樣觀察 我大概明白這本書為何連載下去 其實有一點點哭位 我對GL、畫風、臭雞都沒什麼興趣 但我是想知道那條屍體是怎樣來的 那個年輕人是怎樣來的 其實我 結果我看完的原因就是 我想知道是一件什麼事 不過他裡面的那些 那些感情 其實你問我是不是很趕一下 其實很趕一下 然後我想找個正常都沒有這本書 這個變態那個變態 在我的角度來說是變病態 我不想用變態這個字 每個人都這樣 那個帥哥又傷了 原來他不知道哪個長輩又是精神病 日本真的很危險 我看完的感覺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問了這本書 對我來說是他比較成功的位置 就是他第一回呼吸到一些人 去想了解究竟發生了一件什麼事 那袁哥呢 那袁哥呢 我覺得這套 我跟Sunny和Tim是同樣看法 我都是給第一回去吸引 因為我沒有看動畫 我只是看漫畫 其實漫畫不知道是49回 總之不是很長的 所以其實我看的時候 有很多位置我中間都看得不是很投入 因為他很多東西對我來說是 他的動機不足以令到他做那件事 無論如何我們之後再說 但我看到他有40多回 打算看到尾會不會有些什麼 但去到尾我是 我只能說整班中二病 不知道做什麼 他真的無病心淫 我又不覺我有中二病的元素 他們是精神病或者是變態 變態 對我來說他們是變態 他們是整班 有病 我最多是說 有些是有病 有些我覺得 阿姨和沙棠 他們根本思維不是正常人的 不要用正常人的角度來思考他們的行為模式 或者行為動機 其實我初看 他都被他第一期的尾吸引著追看下去 想知道他本身的設定是怎樣 為何會有間房間 全部都是血跡 還有阿姨是怎樣來的 不過我剛才有幾同意Cherry說 就是我覺得看這部影片的角度 應該不是追求他裡面殺到 癡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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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癡 那都是一個愛情故事 只不過有這些情節發生 可能我年紀大 對我來說 講不上愛情故事 有一個人跟我說 我覺得AV裏面有很多的結衣 那段愛情很peer 很true 我不認同 因為他們一個是小學生 一個是中學生 十多歲 不窮人代入程度有不同 因為我不是很明白 可能我個人真的太老 我又認同是小朋友 談戀愛會死的 就是整個世界 因為特別是 大一點是阿唐還是阿姨 唐 大一點那個 你是不是真的有看完的 可能 這本書很難集中看 這本書 她是喜歡過 那個美女 但是那個美女 對她那種是否喜歡 其實我有些保留 其實我從頭到尾 我都感受不到 為什麼 有什麼事情 可以解釋到 她們兩個這麼喜歡對方 互相依靠 其實是有解釋的 但她說那件事 她能否說服到你 是另一回事 不如我覺得很薄 大家有哪幾個角色 會經常看的 都可以介紹一下 阿姨 我有印象的 就是兩個女主角 三星 三星是寫得最好的 三星 然後還有阿姨 教書先生算不算 那個很露人 死了是長子 死了是長子 大概是主要這幾個 阿玉 阿哥 阿玉 是經常貼街照 阿玉 我有幾個想說一說 為什麼她的頭在某些位置 有一點想說一說 先說這一點 再說角色 因為我想提醒 其實我覺得 我第二次看的時候 那個書題 是我覺得改得不錯 其實她是三樣 Happy 即是開心 或者是幸福 Suga 是令她們 complete 那個元素 還有Live 就是她們 這個劇 每一個角色 在生命 那個轉折 會遇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事 其實我覺得 這三個元素 即是融入這個劇 其實每一個角色 都後期 你可以找回 她們每一個角色 追求什麼是快樂 她們 令到她完整的元素是什麼 還有 即是她們怎樣 讓她們的遭遇 或者她們的生命 去擺佈她們的行動 舉動 其實你每一個角色 都可以對回這三個元素 所以我第二次看 就從這個角度出發 去看回整件事 我覺得她 可以有很多東西討論 還有很多想像的空間 我不是說Largo說的不對 而是Largo剛才的這段說話 跟十多年前 王先生解釋春秋戰狼的名字 怎麼來的那段很像 我覺得她這本書 有一點可惜的是 她初初做到女主角 即是阿棠是挺有趣 有趣的是 一開始她不知做哪間咖啡店 被老闆迫害 她說她拒絕了三星 即是一個英俊 之後她拒絕了 原來她在這裡 性虐待 其實是因為老闆覺得 沙棠出現之後 那些男的職員 本來由崇拜她 變成崇拜沙棠 然後就發現原來她 經常搞搞那些男職員 其實看到那裡 我有點想像她是沉默的羔羊 那個男主角 即是一個 有精神病的病態 有精神病的病態 病態人士 即是從事她自己喜歡那種犯罪 但結果最後就不是 不過這段就帶了另一個 角色阿三星 就少數是比較多氣氛的男人 從這本書來說 因為例如她 她最後的轉折挺有趣的 因為初初我以為她是一個 我以為她是一個大配來的 即是出了那回就不出了 但是最後之後 作者又搬回她出來 叫做幫忙 因為那個世界是不知為什麼 很多人見到那個小妹 突然覺得沒有她就不行 那都是只有兩個 吳沙棠和阿三星 阿哥也是 不過阿哥是比較偉神 阿哥不是無端見到她之後 發覺沒有她不行 但我本身是妹 阿哥不是慾望色 阿哥不是慾望色 阿哥是唯一有一個正當理由去找妹 即是我不見到瑪莎 我要找回她 很合理的 然後你突然見到瑪莎 之後你覺得瑪莎這個世界上最好 那你就是變態 對 有不同的 其實我覺得 這個轉節其實是有些少隔眼的 我看的時候 但是 這套東西其實很多都是描述一些心理 對 我覺得看完又 即是剛才她說的那件事 即是被一個女老闆去禁錮 然後好像是強姦 對白天單有假 但我覺得 令到她轉折成一個 亂同僻 我覺得是 其實是有些少不謀計說服到我 但是 你很難去代入這件事 完全沒有解釋過 無端端她就是一個純潔的代表 她有說 她說 她給我們的原因 就是她說 被一些老女人玩完之後 就很髒 我意思是她無端端對潛的那種 執著 為何在她身上得到夠熟 我是看不明白 我為何會說三星這套書寫最好的角色 她本身是一個陽光男孩 她很樂於助人 然後她被女老闆娘搞完之後 她就開始有些PDSD 然後 但其實她還維持著她那種性格 因為她第一次教阿玉的時候 就是她想幫一個陌生人 但同一時間 另一件事就是她撿到阿玉的那張街招的時候 她就發現這個女生很純潔 她覺得她的樣子很純潔 然後她就開始覺得 這是她唯一的救贖 然後 為何會覺得她寫得好 其實她是成功獲得了阿玉的救贖 因為她中間 阿玉自己離家出走的時候 她是捉到阿玉的 然後阿玉是在公園裡對她進行摸摸頭的 但是摸摸頭完之後 三星是不滿足的 想帶阿玉回家 但是中間遇到其他事就帶不到 然後三星對阿玉的那個追求是沒有停過 但是到她最後結束的時候 她甚至乎跟阿玉是合作 半合作又半被威脅 她終於找到上去 然後她正面面對沙棠和阿玉的時候 阿玉是跟她說 我是一個不純潔的人 然後她是連人生都被摧毀了 所以我覺得她這個角色是很完整 她是很有起伏 你寫好了這個角色 哪怕她最後是被摧毀了她的人生的最大的希望 然後頹廢了 我覺得是OK的 再加上她的背景 她是一個正常人的媽媽 然後有一個很關心她的女性朋友 阿祥子 所以她的角色其實相對上是立體和完整 那動畫沒有你剛才說的那段 哪一段 阿炎跟三星說我不純潔那段 動畫是沒有的 咦他們走的時候沒有說 只是說她被阿姨搞完 結果她是在房間對著阿炎那些發呆 動畫好像是說到最後三星進了阿姨的房間 對 她自己進去了 然後就沒有說她去到哪 最後一個結束是回到她自己的房間 對著那些尋人街招 在發呆鬥這樣 這樣就完了 沒有你剛才說的那段 所以我覺得漫畫是好看很多 但我又不覺得動畫的編劇是做得好 我覺得她剪了很多 我不喜歡 我覺得她很適合 因為我覺得某幾集是可以highlight說的 就是畫家那集 還有一會兒會提到長子4那集 我覺得她拖得太長 畫家那段 如果她稍微簡潔一點 我覺得她是剪了一些 我覺得會放進動畫會好看的東西 接著又拖一些 其實不知道她搞什麼 拖長一些 那些內心太長 但問題是 你動畫呢 因為我漫畫可以一路skip著來看 而且字我會折得很快 但動畫我要堅持地等完 你的聲優說完整句台詞 我是覺得很沉 我覺得這個位置我們有必要介紹一下 到底什麼是畫家 畫家是畫畫的人 我這個位置就是一個故事裡面的trick 因為剛才說到沙棠是一個 周街認識男人的女生 她剛巧認識到一個畫家 住她家樓上 12樓 12樓 一個trick就是她和別人學校說 她佈一個三樓的單位 她其實是殺了畫家之後 就拿到她的房子 所以就是有個劇情上的trick 我稍後應該會提到 其實她還想要交租 我好想知道 那要 除非畫家是業主 如果她是租客的話 你就要繼續交租 你殺死我 你就要繼續供樓 但我不知道你是哪裡供樓 還有看法時間其實不太長 應該還沒去到退租 一個月內 沒去到她要交租的時間 還有沙棠是打工的 所以她不斷打工 她不斷打工賺錢 原來有交租的 沒有她有打工但不交租都可以 有班都可以是租霸 現在畫面 大家看到這個角色 就是沙棠的阿伊 其實她出場的那一幕 其實這本書是其中一個高潮 我自己覺得蠻震撼的 這本書如果在動畫的時候 她的角色 戒心起的時候 她的眼睛會發光 然後 因為動畫 在Amazon那裡看 所以我找不到一張照片 但她的眼睛發光的時候 好像一張 上網客人的圖 是叫做 Jack the Killer 我知道你那邊是 所以她出場的時候 是蠻震撼的 而且她的造型 你一看她的樣子 都覺得是神經病 她包了奔帶 但她沒有提過 包奔帶就神經病 如果你說她有什麼事 受了傷 我正在傷的 包了奔帶 是很合理的 但你那個人 四肢健全 完好 無缺 包了奔帶 又飛起幾條毛 走出來 你會覺得這傢伙 說有些防備 是不是 打她不是真的傷的嗎 真傷 她是真傷的 因為她經常要招待 那些人進來發洩 那就打到她傷了 她說她OK這些事情 她有說 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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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什麼要求 她都盡量滿足你 這個角色應該說 是我對於這個作品 叫做OK的 很大部分原因 就是因為阿姨的角色 我覺得太棒了 為什麼呢 因為她很適合我對變態的喜好 就是我對於那種 只是 肉體上的SM 那些 一向我是覺得很低的 還有 是 看起來很不個人 我不喜歡那種 就是那種形式的變態 純粹說我喜歡殺人 那些 那些我是完全不喜歡的 但是阿姨仲呢 她是兼備S和M 就是她一個度M 之餘她一個度S 所以我覺得她是 完全是中我對於變態的那種 怎麼說 喜好 是的 因為對我來說 我同意阿樂所說的 就是阿姨出場那一幕 其實是 一個小小的驚喜來的 因為大家一開始看到的時候 她報給學校聽她和阿姨同住 然後你看到房間 有條C 那你會想的 會不會是砂糖 是堆死了自己阿姨的 然後到她阿姨出場那一刻 是有意外驚喜的 還有因為我們那時候 不知道是305室和1208室的問題 是的 所以那一刻是有些意外的 到底阿姨到底這條路在哪裡 她平時是怎樣躲在衣櫃裡面 多了一些夢 是的 再加上因為我們那時候 如果我看漫畫的話 她是隱藏了 砂糖掉了手扣在地上那一刻 然後她之後執回一個手扣的時候 才說 其實這個就是她和阿姨之間的暗號 等等的東西 我覺得她放了一些東西給阿姨 但是我對阿姨這個角色很失望 我沒有Cherry那種喜好 但是我失望的位置就是 她放了一些東西給阿姨 但是阿姨在電影裡面是沒有發揮的 她是一個黑洞來的 所有人對她做的所有事情她都是接受 然後這件事甚至乎連阿姨要離開她 她都接受 不是所有人對她做的事情她都接受 她其實是引導人對她做些她想別人對她做的事情 其實她是引導的 我們看看她和三星去她家 她是專門用言語引導三星對她私暴 然後她從中獲得快感 其實她從頭到尾是她做主動的 所以我覺得她有趣的是 你表面上看她是一個導演 但其實從頭到尾她才在控制所有的人 所有人面對著她 都會得到她想要的那種反應 對於自己那種反應 無論是那個警察等等 全部都是的 對我來說 她可能在這個角色寫得好 但她對她的主持是沒有影響的 這個故事就是沙棠和炎的愛情故事 中間有些干涉 但她不是 她純粹是一個白環 我覺得她不需要有很大的影響 其實沙棠有很多劇情都說 她一直是活在阿姨教導她的陰影下面 她想拜訣這件事情 其實沙棠有很多行為 都是受她阿姨的影響 她有時候會回想 而且她對某些事情特別反感 其實都是這樣 這是設定來的 但我覺得她的存在已經是在影響 她的存在已經是在影響 她的存在已經是在影響 為什麼我說這件事是不好的 就是她放了一些設定下去 然後設定是沒有發展的 正等於我們為什麼說 港漫不好看的就是 她跟我說的就是 我這個角色是窮空極惡 殺人如麻 然後我們就要接受她說殺人如麻 但我覺得不需要 因為故事沒有關係 簡單來說 如果這是一個愛情故事 一個少女漫畫 那你會不會在意 女主角的父親做什麼 有什麼關係 可以 但因為阿伊的行為 十次成年應該會影響到砂糖 所以你才會放這麼多位置去阿伊 如果不是 那就直接 影響了 如果愛情故事的設定 就是一開始她喜歡她 那沒有其他發展很正常 那不一定 如果愛情故事的設定 是她喜歡她的話 應該一會就完蛋了 那中間有這麼多轉折 就是其他角色的行為會影響到這件事 那才會有 那些是阻滯的 現在那些是阻滯的 那她也有影響這件事 我不明白 為何會說 她在第一回到49回中間影響了些什麼 我覺得她的存在已經夠 我也覺得她不需要 為什麼她這個角色實在 我覺得其實她很搶 她搶大 所以她不需要太什麼 她是一條主線的一個很搶的配角 法官大人 這下我也不同意她是沒有影響 阿伊 最後是有幫忙的 我就是想說 她唯一的用途就是負責放火 所以她就是一個工具人的角色 我只是不同意她是沒有用 但她是很表面 她就是一個 你放了一些東西進去 假設她好像是有東西想寫 而最後她只是負責幫忙放火 這套其實很多劇情都是 抗好上一輩的行為 如何影響下輩 所以我不會覺得 設定一開始在頭口 然後就說沒有發揮 我覺得其實設定 一直都主導了整個故事 所有角色的行為舉動 所以我就不太明白Sunny 你沒有那個感情 因為你的設定放在這裡 其實我是感受不到的 你是堅強要我吃的 我應該拜個劇情 去build up那個情緒 或者那個感受出來 其實你們在說兩件事 Sunny就說這個角色對故事沒有用 而Cherry不停地說 她很喜歡這個角色 不是 我覺得她有用 所以我會覺得第二次看 為何覺得Live這個元素 是她加得好 就是因為你上一輩 你不能選擇 還有她給你的東西 是頭頭影響到你往後的故事 所以其實我不認同她 說沒有發揮 或者是沒有俱進劇情 我反而會覺得是 因為其實你由一開始的故事 你已經會感受到 Satan是一個不正常的人 她所有的行為或想法都不正常 然後她其實中間會有些 我都會顯示到 其實是跟她家庭和阿姨有關係 她才會變成這樣的人 所以就會不停地想 我覺得她有營造到 其實到底是什麼影響到她 然後到她阿姨出場的時候 我覺得是符合到她之前 建立的那些事情 但是她跟Satan沒有接觸 她不需要太多愛情故事 為什麼要寫女主角跟她家庭有什麼大接觸 我又覺得如果你說她是一個愛情故事 所以阿姨不用跟Satan有接觸 不是沒有接觸 是不需要那麼多 但是如果你寫一個愛情故事 你寫阿姨跟三星有那麼多接觸 但是你又不是寫阿姨跟三星的愛情故事 那我就看著 你為什麼要寫一個跟你的故事沒有關係的故事給我看 我很有這樣的疑問 講到這個位置 我們想休息一下 下一節其實想說一下 這件事比較正常一點的人 又是有什麼變成不正常